伊婆最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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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婆爬爬造 今天来到台中大甲铁针山风景区 除了造访游览风景区外 顺道巡访铁针山区域内十座基石 从铁针山风景区入口起走 沿着城公路往前 右侧约走30公尺至明家大门电线杆旁有座基石 这是寻访到的第一颗基石经济部地址调查所基石 沿着城公路继续往前 见到活光山庙法寺指示牌 左转进入 即能衔接铁针山登山步道 既然来到庙法寺 顺道走进去参观游览 庙法寺坐落于铁针山西路 登高端景齐家 庙堂相当清幽 庙外南侧新竹林塔及讲堂 浮佑广大善信 是铁针山重要的宗教圣地 庙法寺的建筑物 主要是由正殿大雄宝殿及福恩塔所构成 大雄宝殿内供奉释迦牟尼佛魂书菩萨 普贤菩萨以及观音菩萨 离开庙法寺准备继续寻访铁针山区域内的其他基石 从庙法寺山门围墙旁的左侧山径进入 即为铁针山登山步道的起点 沿着步道往前 过弯后行经左侧有一小座雪泥桥 过桥后往前直走 发现一座基石 这是寻访道的第二颗基石 零五局控制点 台中线零四基石 往回走 发现水泥桥旁榕树下有座基石 这是寻访道的第三颗基石 就图根点基石 离开水泥桥 继续往上前进 来到海族雕塑区 园区内有许多雕像造景 让这个小公园充满了海洋的气息 网上可衔接龙泉 绘画泉 小长城 松柏园等 抵达龙泉 抵达龙泉 石中雕塑一条金黄色的金龙 金龙栩栩如生 离开关甲天地凉亭 转走永幸运动公园登山步道 登山步道临近北冬的观点 攻势非常强劲 犹如荒春的落山风 经过除水水塔后 往前约走200公尺 巡获第四颗基石 雲雾局控制点 台中线零五基石 基石位于下坡路口处 过零物局控制点后 约走20公尺 步道旁左侧有座基石 巡获第五颗基石 水利举安石图根点基石 离开水利举安石图根点基石 继续往前寻找其他基石 过水利举安石图根点 过水利举安石图根点 约走300公尺 步道左侧偶处围离旁有座旧基石 巡获第六颗基石 五届装基石 来到铁针山雕塑公园 先来攀岩爬上观景平台 吹风看风景 观景平台上的风势非常强劲 帽子都快被吹走了 观景平台展望与视野非常好 前方的火炎山及下方的高速公路 到温西 城镇 岛田景色等 一览无遗 铁针山雕塑公园设有儿童游戏场 儿童游戏场分为两区 靠近观景平台这区主要是体能挑战区 有攀爬网 隧道 滑锁攀爬架 独木桥 跳木桩 平衡木等 适合年纪较大的孩子过来挑战及玩耍 今天并非假日 来铁针山风景区游玩的游客并不多 体能挑战区更是空荡荡 没有小朋友过来玩 所以 今天来充当大朋友来挑战体能挑战区 玩一玩体能挑战区内的设施 离游客中心较近的这一区 适合年龄较小的孩子过来嬉戏及玩耍 有山丘溜滑梯 沙坑 鞦韆等 铁针山位于大甲镇东北域 地距大安西下游南岸 是台湾气候南北的分界线 一围后鸟回归北历重要之转折处 山顶地是平均大安西下游南岸 原望四座铁匠打铁用的铁针 因而得名 清朝时期即以铁针晚霞 名列台湾十二景之一 第七克基石 神府地震处测量局三等控制点基石 位在上弦乐作品后方 断崖栏杆外崩落处 目前该处正在补墙施工 基石可能崩落或被施工的土石掩盖 难以寻获 基石照片引用自网路图片 来到正成功严平郡王雕像处 寻找第八克基石 会在严平郡王雕像左前方的树下 寻获第八克基石1026号海军三等三角点基石 离开正成功严平郡王雕像 准备前往铁针山日光牧场 寻找第九第十克基石 铁针山大都市保安林地 北侧为断崖地形 昔日为军事重地 目前成为中部热门的休闲旅游景点 这里有许多正成功的传说意识与遗址 充满许多历史故事 来此可欣赏雕塑艺术之美 山顶宽阔平坦 事业极佳 前方曲左行 准备前往日光牧场 铁针山最高点位于外埔区日光牧场境内 海拔236公尺 最高点有47号三等与一等三角点基石各一颗 为台湾小百岳之一 前往铁针山最高点 必须围绕日光牧场外围 再转入日光牧场内围的牧草 只在草原里 才能够围绕日光牧场外围 可能最高点基石位在日光牧场私人土地内 铁针山风景区并未建构完善的步道前往 实在有些不方便 前往铁针山最高点 有点私闯私人用地的感觉 原以为日光牧场已经荒废 不再营运 进入日光牧场内围 才发现牧场牛舍还养殖许多牛只 工作人员还在喂食牛群及清理牛舍 抵达铁针山最高点 巡货第九颗基石 一等三角点基石 巡货第十颗基石 四十七号三等三角点基石 准备离开日光牧场及铁针山风景区 来到城宫木旁的建井 建井 就名国姓井 位于大甲铁针山的水井 被赋予和正成功有关的建权传说 相传铁针山山上有水井 当年正成功举兵于此 却因地理不熟遭地包围 部队饥饿交迫 无水可饮用 正成功以树枝为香 把剑插地 长柜岛天 望似甘泉 随即地告工业 保剑深沉 甘泉涌出 兵士狂喜欢呼 士气大阵 终将敌军击溃 后人为纪念此神迹 将此全改称为国姓井 走出建井 准备沿着马路成功路 离开铁针山风景区 台中大甲铁针山风景区交通旅游资讯 可参考影片下方的说明栏内有详细介绍 今天来到台中大甲造坊 游览铁针山风景区 顺道巡防铁针山区域内 十座基石 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 下集见